爸爸比較疼我 喔 真的有疼 而且爸爸從來沒有打過 都小時候我媽媽打得超兇 而且我媽媽是 她也是很注重 像吳浩元非常注重禮儀 女孩子 因為我們家兩個都是女生 她非常注重禮儀跟家教 就可能你吃飯的時候 你知道不小心喝湯 發出一點聲音 她就直接一巴掌就過來 對 然後可能爸爸在旁邊看了 她就說啊 不要這樣打啦 就是比較柔性的那一面 那如果是像交朋友的話 其實在國中 高中以前 兩方面都很 爸媽都很保守 然後我媽媽那時候還規定說 你18歲以前 絕對不可以交男朋友 然後18歲以後才可以交男朋友 20歲以後才可以簽手 25歲以後才能結婚 最好是30歲以後 更嚴格啦 對 就是她覺得這樣比較好 她可能覺得我們年紀太小 不懂事可能會做出一些什麼 衝動啊 邪氣方向的事情 這樣國中可能 所以你小時候會比較怕媽媽囉 我非常怕媽媽 因為她非常的會大 就你可能只要一聽她的話 或是不順她的事 也沒有不順啦 就是可能她教不會 或是你 我以前也滿叛逆的 所以她可能就是你只要一頂嘴 或是一個眼神這樣回瞪 一巴掌就 旁邊有東西就丟過來這樣 所以你們四位 我就問一個問題 你們四位都是爸爸 比媽媽年齡差了相當大的 你覺得這種家庭 對你的感覺是怎麼樣 六號開始 其實我覺得 滿融洽的耶 融洽 對啊 因為 媽媽可能就是比較會念 就平常在那邊睡睡念啊 什麼什麼的 爸爸可能就是都在旁邊聽 會有一個人比較溫和一點 對 剛好是互補的 我覺得 五號呢 我覺得就是 大問題還好 但是小爭吵還是有 因為就是很多觀念啊 都還是不太一樣 像比方說 我媽因為接受比較現代的教育 所以像衛生等等的方面 就會很注重 比方說 我們吃飯的時候 掉了一塊肉在桌上 那我爸就會覺得 要節省啊 那還是拿起來吃 反正是家裡的桌子 然後我媽就覺得說 只要不是在碗盤裡面的 都不衛生啊 怎麼可以再吃 然後吃飯一定要用公塊母吃 不然就是口水沾到了那個菜 再隔夜的話一定會生細菌什麼的 等等的觀念就是不太一樣 所以我覺得 所以他們是不乾不淨吃了沒病 對…我爸的觀念就是不乾不淨吃了沒病這樣子 標準 4號呢 我覺得年紀大還是有差 因為我爸爸他還有一次就是 在我國中的時候 因為他不准我鎖門 可能那個時候是國中的時候 就是青春期他可能會想說 看有沒有A片還是什麼的 然後所以就不准我鎖門 然後就是有一次就是 因為我那時候是回家 就是要洗澡要換衣服 那時候就先進去練拖 就習慣都會把門鎖起來 然後我爸就想說 我幹嘛又鎖門了 我就覺得 那我乾脆把那個門拆掉好了 然後就是… 然後後來就是拆掉以後 就是當下就是 因為趁爸爸不在的時候拆的 然後就是當下 媽媽他上來的時候 看怎麼房間門不見了 然後想說是 他那時候以為是有小偷 然後後來就是 我就很憂哉的說 我說我把門拆了 那時候還想說 我很厲害這樣子 然後結果我媽就 就把我叫客廳 就又獨大一頓 我們家是所謂的慈父岩母 那我爸爸脾氣又不好 可是坦白說 他們真的能夠互相忍讓 然後可以這樣撐了38年 我真的覺得很不容易 對 然後 不過我一個感慨就是說 像我們為人子餘 到現在這個年紀 其實想要好好去孝順我爸爸媽媽 那我媽媽其實還年輕 然後我就會覺得說 我有機會想帶我爸爸出去玩 可是他年紀大就會比較不想 不想出去太遠的地方 那這個可能就是 小孩子心中會有點 一點點小小的遺憾 所以他們的健康活動 對你會有點壓力 壓力是不會 只是會覺得有點遺憾 就是說 比如說想帶爸爸出去玩 他就會覺得 我還是在家好了 那可能在同年齡的爸爸媽媽 就是在這個年紀 可能六七十歲 已經在退休的年紀 他們可能會常常出國去玩 你剛剛講到 他們夫妻相處和諧38年 你感覺非常的佩服 他們兩個一定會問 誰的功勞比較大 能維持38年 爸爸說一直是讓你媽媽 對不對 我覺得是我媽媽 對 對 為什麼 因為坦白說 我爸爸 他以前年輕的脾氣 真的是非常不好 對 我以前每次吵架都是 我在躲在旁邊哭 因為我真的不知道 我該怎麼辦 所以跟老年人相處不容易 是不是 媽媽 我是覺得是說 因為我先生那個脾氣 我已經也習慣了 都三、四十年了嘛 對不對 那女兒 女兒是從小是膽子 就很小啊 很膽小 只要一吵架 她就躲在那個房間就會哭 那我... 我就是盡量就是不要吵架 因為吵架對小孩子影響很大 所以我是比較會忍 所以妳是... 是妳的營人 還讓婚姻維持了三十八年 是 應該... 應該是 送一本書給妳好不好 對 來來來 謝謝 祝你們